你好,我是折折王子 我们来折一款小狗 我用的纸边长15厘米 首先把两个角对折 展开 把这个角往内折 这个角也一样 对折 这角往内折 折大概三分之一 折的这段大概等于剩下的这一段 展开 撑开 按照折函 压进里面 再把它往外翻折 稍微展开 把这个角往里折 把它折细 这一侧也一样 这个角往下折 对齐下面的这个边 压一下折痕 展开 从这个点 把这个角 向右上方折 这里留出一小段 展开 按照折痕 按照折痕 翻着到另一侧 这个角 这个角往左折 展开 展开 按照折痕 按照折痕 翻折过来 按照折痕 按照第二次的折痕 往外翻折 收到一起 留出一小段 往里折 展开 撑开 按照折痕 翻折进里面 再把它往外折 露出一个小角 露出的小角 折到上面 再把它折起来 形成鼻子 这个下面 捏出一道封线 把这个封线往上折 折到大概中间这里 把这个纸藤 往外顶一下 形成立体感 另一侧 另一侧也一样 印出一道封线 把这个封线往上折 这部分向上顶 形成立体感 再把这个线面的边 往里折 一小段 这一侧也一样 下面的边往里折 最后调整一下 这样一款小狗就完成了 关注折折王子学更多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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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